中国好声音最新一期播出 李毅春战队和李健战队展开激烈PK 不料李毅春战队的夺冠大热门潘红 竟然在宋宇宁的对战当中 与期票之差遭遇输分 让观众大呼意外 李毅春也直言自己排兵布阵 存在失误交了学费 但这一次学费的代价还是很大的 按照规则李毅春直接淘汰了一名队内选手 可谓是损失惨重 不过虽然对战非常激烈 但是今年的中国好声音 似乎还是没能成为大热的综艺节目 对于很多选手的名字 不少网友还是感觉很陌生的 今年的中国好声音 不仅比往年开始都要晚 而且还没有了纳英这位人气导师 李毅春的新加入 也让阵容导师成了 《力气好声音》里最年轻的一组 有人觉得这样的配置 加低了节目的权威性 也有人觉得新鲜活力 能够让节目更有可看性 而且作为一个举办了 九次的老牌节目 面对做了八季的歌手停播的情况 中国好声音还是有没有必要再坚持 也是成了大家讨论的问题 赛制改变被指换汤不换药 在这一次的中国好声音舞台上 进行了难得的赛制变化 在比赛当中 节目新增了原创赛道 让观众还是充满期待的 因为这样的改变 有点让节目类似于变成了 中国好声音加中国好歌曲的模式 感觉可看性更加高了 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 大家发现虽然有了原创音乐的加入 不过原唱歌手最终还是会和 非原唱歌手同台竞技的 并且在淘汰阶段 本季中国好声音 依然是采取了战队间PK的模式 以往界差别并不大 所以节目发展至此 也不过是让大家多听了几首原创歌曲 但却有种换汤不换药的感觉 节目在开幕前的发布会上 负责人曾信心满满地表示 本季中国好声音会向全国全球的观众 传递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自信 让人觉得很热血 节目组甚至发声 预定收视奇迹 让不少人把节目预判成了 今年综艺里的爆款 由于节目开播前 大家的期待值都被调得很高 所以面对节目播出之后 这样有些不痛不痒的改变 观众也开始变得不再买账了 选手有特色 人气却显堪忧 由于中国好声音已经举办多谢 长得帅的唱功好的会撕哄的 各种类型的选手 大家也见过不少了 所以这一次的节目 想要吸引观众的注意 无疑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在选手上做突破 不得不说 今年的节目当中唱得好 但是缺乏特色的选手不在少数 但有特色的选手也还是有一些的 比如李建战队的穆苏 就是因为极有磁性的低音 被称之为名阳诗人 当他用吉他缠唱时 也给人一种立于草原之上的感觉 李宇春战队的钱江涛 则是拥有一副偏中性的嗓音 有些类似苏打绿的吴清风 但是却也更显得温柔 很有辨识度 原唱歌手马路 则是用尖进苏世丁的造型和声线 演绎了各具实验性的另类音乐 带有强烈的个人态度 但是这些选手要么是长得略显沧桑 要么是音乐偏于小众 所以人气和热度都没有看到明显的增长 也就只有嗓音略显沙哑 声线听起来很有磁性和故事感的攀红 人气较高 再加上他不错的外形也成了夺冠的热门 这让人想起中国好声音往期的节目 要么就是实力选手没有夺冠 要么就是夺冠选手发展堪忧 曾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的周深 还是在又参加了生入人心之后 人气才一步一步高起来的 可见中国好声音在发觉好声音上是一把好手 但是在人气的营销和售后服务上 却做得没有那么尽如人意 李宇春自带流量拉回热度 不过节目组也并没有彻底放弃人气 把自己推到变湖的边缘 那因离开之后 节目组邀请了李宇春这样一位人气导师的加入 为节目确实拉回了一些热度 李宇春在参加超级女生时 能以总决赛第一名的身份出道 本身就与他势不可挡的流量脱不开关系 出道之后 李宇春非常努力地修炼音乐上的能力 创作出下个路口见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等歌曲 有感触有态度也很好听 大家也认可了李宇春是一位实力的音乐人 而不再单纯的是选秀歌手 自然他的人气在这些年也是有增无减的 不过头一次在中国好声音做导师的他 还是显出了经验不足的状态 比如他会直言自己也会很紧张 在抢人环节除了说喜欢 他竟没有更多的表示 李宇春也在节目刚刚录制时就感慨 就是要去抢人 对我来说其实挺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说实话我也确实会有点紧张 因为毕竟是第一次 他还笑着称消耗了蛮多元气的 这期节目当中 李宇春也承认自己在排兵布阵上的失误 导致满盘结束 让观众质疑 李宇春这样缺乏经验的表现 是否要对选手的离开负责 其实选手在选择李宇春战队时 应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虽然李宇春在当导师上的经验不足 但是随着李宇春也可以获得更多的人气 以及收获李宇春在音乐创作上的指导 所以让李宇春全权为选手离去背锅也不太合适 但恰恰是李宇春这种更注重音乐 而忽略了赛制的状态 让一线观众觉得 他在舞台上似乎变得更加纯粹了 要说这一季《中国好声音》 找了李宇春来当导师 虽然是奇形显招 但是看起来是有效果的 纯唱歌选秀稀缺值得守候 而说到今年的选秀节目 有以乐队为主的 有选男团女团的 有注重现场气氛的 有重重选手流量的 但是像《中国好声音》这种 与纯唱歌为主的素人选秀节目 却越来越少了 特别在歌手节目官宣 以后的冬天不再有歌手后 能够让人纯粹享受音乐之美的 综艺节目也成了稀有品种 所以《中国好声音》的存在 还是很有必要的 而且可以发现 虽然《中国好声音》这两年的热度 没有前几年那么高了 但是还有相关话题 是可以登上热搜的 说明还是有很多观众 愿意去守候的 《中国好声音》确实也一直在坚持 发掘好声音 即便有些往期选手 已经渐渐离开大众的视野 但是仍有一些人 因为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的 华丽起航 有了之后更多的机会 无疑这段节目值得坚持做下去 可是不得不说 《中国好声音》发展九年 也进入到了一个瓶颈的阶段 如何进行改变 突破 让老观众不至于 因为节目没有心意流失 吸引新观众的关注 并且把优秀选手的前程 安排得明明白白 可能都是节目组 需要去研究和解决的 当然作为观众来说 现在能够看到像《中国好声音》 这样的音乐性很强的 选秀节目的机会并不多了 所以还是且看且真心吧 大家一直好管 享受音乐带来我们的快乐就好了 其他的问题就交给节目组来解决吧 珍惜希望这样一段节目 可以在不断优化中 越办越好 越办越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